新台湾星光大道 好 虽然我们刚刚讨论到呢 似乎呢对于林瑞熊来说的话呢 知名度不是那么的高 而且呢看起来的话呢 她的整个对于这个公卫方面的专业 是不是转移到呢 大家都认为呢 她在政治上面呢 也可以有所表现 还包括呢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 宋楚瑜的支持度呢 似乎到达了一个瓶颈啊 目前的话呢 维持平板已经算不错了 甚至呢 像最新的旺旺忠实的民调 看起来还是有点下滑的 好 这样这个景象底下 看起来的话 似乎啊 对于呃 宋林沛来说 有人说是不是反而 呃 这个开始就是一个结束呢 但是依照我们刚才看到的 旺旺忠实所问到的 你会去参与联署呢 诶 这个参与联署的人 看起来好像还不少啊 好 所以呢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同时的话呢 宋楚瑜先生的动作呢 现在积极起来了 我想可能不只是昨天打电话 连路一些媒体人而已啊 其实依照联署的行动来说的话呢 其实亲民党是有所准备的 我们来看一看 百万联署亲民党动起来吗 目标全台湾要400个联署点 那另外要动员2000多个志工 在全台湾要举办呢 政策说明会 而且就了解呢 宋林两个人的话呢 都会尽可能的全程出席 那再来的话呢 要透过网路下载呢 联署书要寄到联署站 那当然啦 同时也有一些挑战 比如说我联署点呢 到底要在位置在哪里 房租怎么付 真的找到这么多个吗 另外呢2000个志工 志工还有这么多来愿意参加吗 或者是说呢必须要付钱 那如果付钱的话 钱有这么多吗 那另外呢 政策说明会部分的话呢 是必同样的 有钱的问题 有人的问题 那再来讲到 有关于联署书的部分呢 就像刚才立伟 蔡正元特别提到的 现在大家要他们 去记身份证引本啊 其实心里面 都有点怕怕的啊 好所以看到有关于呢 这个清明打算做的动作 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啊 姚老师你怎么看 就是说其实你们先前 也蛮投入啊 也了解过计算过 就是说就一个联署来说 工程有多浩大 但是宋楚瑜看起来 似乎呢 不管是不是信心满满啦 但是动作非常的积极 你认为他在打什么盘算 他当然 基础的三十四十万以上的 联署书在我们的估计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跨过文凯一定没问题 刚才郑元兄特别提到 这是台湾的民主现象 其实这个是表象 这个联署是扼杀了 人民真正的参政权 推动台湾直选的 几位大前辈 林毅雄也好 如果黄信介还在世 或者施林德 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过二十万八千的联署 你这样讲哦 对耶 施先生没有登记 白白话文来说 这些人推动直选的意思 保障了台湾有钱人能够参选 这话怎么说 任何参与过联署 懂得联署的人都知道 他的成本二十五万七千份 我们计算过 十一年前 那一次大概成本是一百七十块钱 到两百块钱之间一份 那现在我们拿两百块来算的话 这个就是五六千万了 嗯 再加上其他的 我们上次开记者会很清楚的说 没有一亿根本下不来 我碰到两位企业主 对 他们两人 他这两位企业主非常有趣 他们在明年推动一个公投 明年要推动公投 要推动一个公投 可是他们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的联署更难了 因为你有三官 对啊 提案人 联署人 跟真正的 将来附手八十几万份 他们说一个科学园区就去掉了一半 这话怎么讲 他说一个科学园区就一半了 对老师你要讲公投题目是什么 我在现在不说了 免得人家的题目啊 那 神秘啊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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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们一个科学园区就解决问题了 就解决一半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们四个老板加在一起 就是 员工加在一起三四十万人 他收的身份证都在我们那里 我们只要一个mail说一个 这个授权同意函说 我的身份证可以用在什么什么什么联署上 他没有回来 扣出来就可以了 那至于说签字 动作非常快 因为他们的员工作业在人事上 可是你要确定员工愿意 这个当然嘛 这个他们如果没试过 他们不会这样讲嘛 这个这个就是说 姚老师 你们这边认识一些想参选 跟想公投的人 不是 所以我这点 刚才大家听到林喜玲 林教授的时候 因为我做过海德堡的大学同学会长 他的资料还在那个地方 很有趣的 这个人是真的是天才型的 可是我非常担心他一点 他就是唯一有意 因为他学什么都快 听说 那可是政治 只有政治这件事情 它是个累积的东西 我非常担心他可能 他会被污染了 就不是不是 他绝对不会 他不会 这个短时间他没有被污染 尤其这么大年纪的人 重点是他要这么短时间 我举例来讲副总统辩论 政治有个定义 叫做没有议题设限 叫政治 任何一个团体都设限 你外交就是外交 你任何一个行业都叫做 政治是没有行业限制的 而且它是 不是你面对自己 面对功课就完成的 你是面对民众的回应的 跟别人的互动 这一点林教授要加油 因为他还有几十天 可以准备 因为这个辩论场 也不是省油的 除了他之外 姚老师你觉得宋先生呢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他未来45天 因为他总不可能 我知道 宋先生很努力的 现在我必须说 我的理解 宋先生很努力的找人帮忙 到处找人帮忙 可能可能 刚才讲说 张荣卫的女儿公开的 支持支持 支持马英九当总统 可是他那个系统 也许可以用力一点 可以有三万五万的 两万的联署的能力 可是哪个三千五千总有的 嗯 那苗栗 傅学棚 那不要花太多的钱 可能有一万份 稍微花一点钱 大概就有三万两万份 所以这样子东东扯西拉的 那我的理解啊 那确实是非常多的人在进行中 所以我认为他过关没问题 可是百万我说过 连署参与过的人都知道 除了我刚刚所说的那些 经费限制这些反民主的 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波提理论 我们参与过的人都知道 到了三十五万分以后 好像上不去了 嗯 过到五十万分 那个好像根本就是 你所有能认的人都已经拉到了 没有没有 挣上五十一万的人 不知道 不晓得在哪里了 跟他爬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 所以后面那个非常难 所以那个一百万 我在媒体多次讲到 宋先生拿上一次的 他自己的联署一百多万分做例子 定下一百万分 那真是一个超高难度 如果他拿一百万分 或不要讲一百八十万分 我在这里就断言马拉雅就落选了 我在这里就断言马拉雅就落选了 嗯 我在这里就断言马拉雅就落选了 不管什么民调不民调 如果他只要不要一百万分 马拉雅就落选了 好 那这个万万民调这个做的啊 有百分之十的人 至少是一定要会去联署 宋林配的你知道吗 所以依照这个换算 搞不好真的到了八十万啊 当然如果真的到八十万 我告诉你 八十万分那个努力跟那个触角 你们不能理解的 那个 那个 我就算八十万再打个八折 六十几万是真心诚意帮忙的啊 因为有别的台做过说 如果宋先生出来 你要不要去联署 你是不是主动会去联署 他那个比例现在还有七八不正以上嘛 嗯 那个比例换成成票 换成成拉票的动力 马先生还能赢一百万票 我真的虽然 就你就在说 你回答民调跟你说 会不会真的展开行动 中间是有点很难的落差 我给他打了折了 我给他打了折了大概 我算了还有七八十万啊 你同意尔老师刚刚说法吗 如果真的连到八十万 更不用讲一百万了 那马英九就铁定落选 对于这个他所分析的是八十万一百万 我是觉得宋先生是有机会到了 但是 你有觉得他有机会啊 有机会到的 但是换算成 说 就会把马英九的票 全部拉得少于蔡英文的话 我认为这个几率 还是不是那么的高 可是如果联署到了八一百万的话 可能投票就已经是 百分之二三十的支持度了 所以两码只是 从民调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部分的立营的支持者 是非常希望宋先生出来选 所以在民调里面的交叉分析 我们也看过 就是立营支持蔡英文的人 会跑大量去支持宋先生 也会更积极地 帮宋先生去连署 因为他们期待宋先生 来出来选 对他们来讲压力会比较轻 我想这个梁先生文杰兄 也很难去否认这个事实 那因为有这个基本的背景 再加上我们知道 我们南营里面的确也有很多 我比承认 对马总统的表现不如意气 所以对宋先生有一种 鼓励跟支持的这种热情存在 那宋先生有个人的魅力 我不否认 三个总统候选 摆在一起宋先生的魅力最好 这我绝对不否认这个事情 他长相是马英九最漂亮的 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讲民调 也就是说连鼠八十万份 如果是假的 或者是绿营贯水的 八十万份我们再打个折扣 然后你认为他的动员能力有多强 然后马英先生 那还可以有一百万票的领先吗 不是你听我讲 所以你刚才从这个民调的数值去推论到说 有10%的人要去联署他 其中有一部分的利盈的人 在投票不会展现出来 也不会是积极去拉票 所以扣掉的话一定会低于10% 那低于10%的话 我想马英九跟那个蔡英文的差距 还不是 不至于因为这样而少掉 因为竞选过程里面的变数更多了 不过现在马英九跟蔡英文两个人差距 其实并不算多 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聊 刚才其实蔡英文给到这一点 今天很特别 在昨天送林沛成行之后 民进党中央很重要的话 除了去恭喜或者去尊重林瑞雄之外 是要求民进党的支持者 千万不要去联署送楚瑜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休息一会马上回来